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南美嚕克です 我現在人在吉隆的東山華燈節 可以看到清水寺的那個燈已經亮起來了 超期待的怎麼辦 我剛剛是助公車到最後面五重板那邊 然後才走上來 因為它這邊就是地圖上這邊 因為我標這裡有一條電燈節 但這裡應該因為什麼店家都沒有 所以幾乎沒有什麼人 其實清水寺是我第一次在日本蜘蛛旅行的時候 就有被它的壯力給震驚到 所以我就發誓我要擠完它 每一年就是它每一季的門票都不同的話 所以我就發誓一定要把它擠完 然後後來直到有夜間參拜之後 我就死都要來 然後這一次就是特別挑這個日子 拍在京都 就為了要看清水寺的夜間慘敗 然後 好慘喔 我沒有跑上來 真的超多的 給大家看 倒數 3 2 1 超興奮的 但我因為自己個人出來沒有辦法拍照 就錄影吧 然後在這邊還有表演吧 跟 跟 跟好像可愛的吉祥公 走他玩 那我覺得 就像自己電影啊勒 買它夜間參觀的門票 是 夜間專門的 平常 不會有的 然後也跟我在收集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明天早上應該會再來一次 看能不能收集到新的一張 買到了 我要進去了 我現在還沒進去清水舞台 但我看到後面這一片 不知道被美哭了 然後我終於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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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櫻花了 那我覺得我熱的人是 可以結束了 然後 真的好開心喔 但有點殘念的是 清水舞台還在整修 所以沒有辦法一來 就是原本那個莊麗的 精度的風景喔 但我真的覺得已經足夠了 我還是會來 我還會再來的 我還想要來看櫻花更空間 我們現在要離開清水寺了 再讓大家看最後一次 真的超級漂亮的 然後 現在 在 23點晚上 然後 也是 非常的多人 然後沿路的商家都還要看 然後因為我相機沒有亮的時候 我只能用手機拍 畫質有點不好 請大家注意 剛好遇到那個 黃火堆 好可愛喔 這個是哪裡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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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喔 除了點燈的活動之外 他有就是在設置 就是插畫藝術的展示品 那這是草約流的作品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像來到酒飯喔 跟酒飯喔 一起同工程 超級超級多人的 但真的很美 八重爬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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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原餐公園在八板神社的旁邊 他有在辦這個 燈 剛剛伯伯給我的 剛剛買了這個炸雞 老闆超級熱情 然後那另外還有寫燈 可是今天好像真的還是算少 這樣一條 小小一條的 但還是很有氣氛 在公園的湖盤 然後我其實剛剛在清雪寺 也被水公的倒影 就是每一到的時候 在那邊停留超久 但錄影已經不太出來 但現在用手機錄應該很常 你看 這是倒影 橋上也有 加個點的 整個都非常有氣氛耶 真的是一個非常自貴 大家要來觀光的地區 然後我也覺得他們把 觀光做得非常的細膩 而且完整 真的好感動喔 我現在完全不想回飯店喝酒 對 回慶女喝酒 原本還想說今天要早點回去 跟他們喝開 但我現在覺得 我一定要待到酒店 然後才要慢慢回去 公園的 就是還算 推電的一個景點 它下面這個 全部都是竹子喔 這個雖然看不太出來 它確實是竹子 然後上面撲寫了一半 然後旁邊的燈會這樣一閃一閃 超好吃的 大家有講到 就是它這邊還有一些巧合的展示 然後在公園這邊也有非常多 然後 直接把 直接把藝術結合 再上座手 再觀光地 好厲害喔 日本人 真的覺得怎麼辦耶 剛剛收到這個 它是一畫圖案的 然後你只要寫完 然後就可以把它貼在那個燈上 那是十元的感覺 就不用錢 超開心的 我們把它結上去了 希望可以達成 希望我的我有編 希望我的粉紅色 我好像感冒了 這還是要更 爸爸神社這個留下紀念 然後其實前面還有一些小的野台 然後我應該 這個逛完 然後我就差不多要回去了 因為我特別冷到了 那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就是 就是 來 看 東山的 點燈 真是很棒耶 覺得 我走了兩個小時 非常 非常的值得 雖然有點冷 然後櫻花也有些都還沒有開 但 真的非常棒 掰掰啦 但還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比如我的臉找不出來 謝謝 我們表演 謝謝 小明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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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